拉茲幸福生活 我是乔安娜 这一集没有说书人 这个频道聊的是我们的幸福生活 最近天气变得好热喔 热到我现在坐在房间里面还额头一直冒汗 就刚才作为一轮家事 然后就浑身一直冒汗 我是那种很容易冒汗的人 所以夏天还蛮辛苦的 那最近这一周有一种回到夏天的感觉 那今天天气有比较凉了 但是好像可能是因为湿度很高 所以就还是有种闷热的感觉 录音的时间是11月16号下午3点钟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缺点也是你独一无二的人设 那透过六人行这个剧来聊聊这件事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就是六人行的每个角色都有这么明显的缺点 那为什么这个剧还是那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也许你没有看过这个剧 因为这个剧有一点年代了 算是我高中吗 好像是高中的时代那时候有电视在播的剧 在Netflix Friends上了之后呢 我从第一季到第十季看了两次 那最近呢我在看第三次 那为什么看那么多次 第一次是纯粹一种回味 就是以前看的那些很喜欢的演员那些角色 就是纯粹回味那个感觉 那第二遍看的时候呢 是说书人密集在讲脱口秀 就是在讲单口喜剧的那一段时间 那我发现六人行他的剧里面 相当有趣的是他的剧本写的 真的很好 就是他里面的笑话 那些笑点 其实坦白说那其实就是单口喜剧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设定好一个前提 然后最后丢出一句话 然后让你觉得很意外 或者是很好笑 那其实他的剧本就是相当的有可学习之处 虽然有一些梗是比较老的 那那一段时间我也是就看了很多 我忘了有没有全部看完 那这次为什么又重看呢 这次重看完全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目的性 是因为我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会想要看剧 就是看一些影片 但是YouTube影片又太短 而且我要可能 要不断的去筛选我想要看的 但是如果我是看开Friends的话 他就是会一直播 而且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次 所以我可以随时在中间停下来 不会有那种奶油的感觉 就是不会有很别扭的感觉 那我发现说每次看每次的感觉都很不一样 像我小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 看Friends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喜欢 我的焦点会放在Rachel这个人身上 就是Rachel她跟Ross 她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的纠葛 就是复合又分开 复合又分开 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她们两个 就是很希望她们在一起 另外觉得Monica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就是控制狂 就是很古怪的控制狂 那更怪的当然就是还有Phoebe Phoebe就是真的是我小时候完全不懂她的笑点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她在有时候她丢出来的这个句子 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但后来我看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在看的时候 那时我就发现我最喜欢的角色变成是Phoebe 就我觉得Phoebe她说的话都好有 就是虽然怪但是是我喜欢的那种怪 就是非常有创意而且充满了活力 然后充满了灵性 就变成我好喜欢Phoebe 那这一次看呢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句子好像是说 看山是山 然后在第二个阶段是看山不是山 那第三个阶段又是看山是山 那第三个阶段我的看了第三遍的感觉 就变成好像是有一点可以比较超然的 用一点距离的方式去观看这部剧 而不会受到剧情那么多的牵动跟影响 那我反而是有一种放松然后开心的感觉 好那我讲了这么多呢 如果没看过剧的人是不是会觉得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我希望就是我可以讲的具体一点 让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剧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真的我没有办法传达得很好的话 那是因为这个剧实在是太庞大了 很难一言一蔽之 那Friends它其实就是六个年轻人 大概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大概从他们二十五岁左右开始 住在外面就是离开家人住在外面 然后六个人认识了彼此 那总共是三男三女 好接下来我会稍微解析一下 这六个角色的优缺点 但是我会把重点放在缺点上面 因为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其实是缺点是人设嘛 所以我会把焦点放在缺点 会讲比较多 不代表他们是不好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我不会提太多 好第一个Rachel呢 她是个傻大姐 她有可爱善良 有时尚美感 然后又努力的勇敢的改变自己 从一个千金小姐变成独立的 在职场上工作的女性 这是她的优点 那她的缺点有什么呢 她其实因为生长背景比较优渥一点 所以她有一点骄纵 然后也有一点爱慕虚荣 因为她曾经想要 就是因为对方是医生 所以想要嫁给对方 就是她在乎那些钱啊 或者是拆头啊那种事情 那当事情扯到感情的方面呢 她会有点控制 想要操纵别人 比如说会玩一些小手段啊 就是明明对对方有兴趣 然后就假装说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然后但是又要从中间 耍一些小手段让想要吸引对方 所以就是有时候她会把自己弄得蛮糗的 那她操纵他人的部分 还有就是她有跟Ross在一起之后 即使他们分开了 但是她还是会一直想要介入Ross她的关系中 因为不想要让她爱上别人 所以她某种程度有点善妒 而且见不得别人好 就是别人如果要结婚啊 或者是有伴侣啊 都会让她觉得说非常的嫉妒 这是Rachel她的优缺点 然后我接下来会讲Ross 那讲完Ross之后呢 我就会 我会在介绍这些角色中间穿插一些我的观察 所以不会全部都一直在讲角色 那Ross就是Rachel的罗曼史的一个对象 她是她的优点是知识渊博 而且很善良心软很专情 那她的兴趣很广泛 像她很喜欢国标啊空手道啊 或者是她的家里面就挂着一幅 跟脉轮有关的话 所以她其实是对各种就是神秘学 说不定她也是非常的有兴趣的人 那她的缺点是 因为她是家里的老大 然后又是男生 然后她妈妈在 其实是被医生诊断是不会怀孕的 就是没办法生育 但没想到竟然她们就 怀了Ross 所以她父母都觉得 哇她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 所以就非常的宠爱这个大男孩 所以她有一点像是被就是 妈宝可以怎么讲 妈宝跟爸宝 然后她在感情中非常的傻愣愣 就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白 然后也不知道 跟别人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 中她要怎么样保持尊重对方的状态 就是她也很善渡 所以她占有欲很强 像是Rachel那时候 好不容易就是 找到一个她梦想中的工作 那她的同事 Mark跟她就是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面 Ross就非常非常的忌妒 就是忌妒这个Mark 她就一直觉得这个Mark一定是要追这个Rachel 所以她就一直做一些小手段 做一些很莫名的小手段 然后想要证明说 诶这个女还是我的哦 你别想要染指她这样子 诶那这样讲起来 Rachel跟Ross还蛮互搭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蛮善渡的 然后Ross有一个缺点是她自视身高 就是她觉得自己很强 然后因为她的职业是古生物学家嘛 就是念到了博士 所以她一直就觉得有一种 知识分子的光环嘛 可能有一点 因为这样就有点自大跟固执 好讲起来她就是 真的是缺点很多 多到爆的一个人 但是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有缺点的角色 却让观众这么的喜欢 就大家可以想象吗 如果说今天他们没有这些缺点 他们的优点爆棚 非常多的优点 那我们还会想要看这个剧吗 六个朋友如果是完美的人设 当观众看的时候 是不是会产生一种自缠的情绪 就是 哦 哦真的好完美哦 对方 真的怎么那么棒啊 住的地方怎么那么美啊 然后身材那么好啊 长那么可爱 那我们还会想要看吗 或者是我们会 很讨厌他们 然后很想要挑剔他们 即使他们已经那么完美了 我们还是想要挑剔他们 就是人性很有趣 就是像是 大家看YouTube上面的KOL 如果说人设非常的完美的KOL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 会引来非常多的酸民 一直挑他的毛病 就比如说 嗯 如果说他平常就是常常注意环保 然后会带自己的环保杯啊 然后环保袋啊 如果今天他一支影片里面 突然没有用环保杯的时候 下面就会有留言问说 你为什么没有 今天为什么没有带自己的杯子 这个不是我随便举例哦 这是真的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有看到这个现象 那我觉得说很有趣就是 嗯 当一个很完美的人设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想要去挑战他 就是想要去挑剔他 好 接下来我要讲Monica 我这次看你的时候我也好喜欢Monica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人耶 她优点是她很会煮饭 然后做家事 然后非常的有益气的照顾者 就是你看那个她的朋友进到她家 拿冰箱里的食物啊 或者是像她煮感恩节晚餐给大家吃 她都不会计较说她做的比较多 或者她付出的比较多 那她也非常的务实而且慷慨 然后又可靠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朋友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来说 其实就是其他五个人 其实是绕着她在转的 为什么她的家是大家最常出现的场景 我觉得这是有其原因的 因为她就是那么喜欢当女主人 然后喜欢招待大家 然后喜欢被大家围绕的感觉 那她的缺点呢 就是她是个控制狂 那这个控制狂跟Rachel的控制又不太一样 Rachel的控制比较是在亲密关系中 但Monica的控制是日常生活 就是她有点强迫症啊 比如说洁癖啊 然后这个家里的摆设 抱枕要放在哪里啊 然后要被拍松啊 每个东西要在每个东西的位置啊 哎太丑的东西不能进到她家啊 比如说那时候Chaner要跟她同居的时候 Monica就一直很不想让Chaner 把自己的那个单人椅搬进这个她的家 因为她觉得那个椅子很丑 就像这样的控制狂 那她有点很像是甲状腺抗净的那种症状 就是有一种非常激进嘛 就是大嗓门 然后又有一点神经质 然后她跟她哥哥 她哥哥就是Ross 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好胜 就是都要赢 如果有比赛就一定要赢这样子 那她也会因为她就想要照顾大家 所以她有时候也会管太多 Monica这一次 我看了这一次我真的是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角色 那再来就是Chaner是她的伴侣 就是一开始他们只是朋友 那是到G的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忘了第几季耶 第五季还第六季他们在一起 那Chaner她的优点就是她非常的随和跟幽默 她对朋友也是无条件的在付出 就是像是Joy Joy就是一个演员 那她不是她只是在起步的演员 所以常常没有工作 那Chaner之前跟她住在一起当室友的时候 就付房租啊买食物啊 缴水电费啊电话费啊 这些都是Chaner在出 等于就是她养着那个Joy 然后也从来不跟她计较 那甚至最后就是Chaner她跟Monica在一起之后 她要搬去跟Monica住的时候 她还担心Joy她没有钱生活 然后想要给她1500块美金 那是多少钱那蛮多的耶 一个月的生活费嘛 但是她又担心Joy不会收 所以她就用假装的 说我跟你赌那个手足球 手足球就是那种一个桌子 然后上面有很多棒子 然后棒子上面有几个小人 然后两边的人就是要想办法把球 踢到对方的这个球门中 她就说那我跟你赌 那如果 你赢了就是赌1500块这样子 就给你这样 然后结果 结果就是开赌了之后 Chaner就拿水起来喝 就是她根本没有要比 她也没有要赢Joy 结果Joy就是 其中一个小人就踢到了球 然后那个球就滚进了 Joy的球袋里面了 就是很囧 那后来她还是有找其他的方法给Joy金钱啦 对 那讲到她的为朋友无条件付出这一个点 是不是又跟Monica很像呢 就是她们两个会抽在一起好像也蛮合理的 你可以想像如果她们两个之中有另外 其中一个人是会计较的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一直做事物给朋友吃 为什么你朋友可以随便拿冰箱里的饮料来喝 就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两个应该会永远吵不完吧 好那Chaner的缺点就是她有创伤人格 就是因为她父母在她小时候的利益 然后她爸爸后来又去赌城 变成红牌嘛 就是应该就是跨性别吧 然后她所以她非常的害怕亲密关系 而且她会害怕冲突 所以她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说出她 有时候无法说出她内心的话 像是她的一任女友Janice 就她明明就是很想跟对方分手 但她又讲不出口 所以就会惹出非常多的 惹出非常多的笑话 那她因为有创伤人格 所以她都用嘲讽 就是她嘴巴老实说是蛮坏的 就她会嘲讽这个反讽的方法去讲 去吐槽朋友 可以这么讲 她就是老实在吐槽的人 那她的朋友也都 也都可以忍受她 不然有些人可能会 你知道 会很生气说 你干嘛这样子吐槽我 这样 久了以后应该 对 有些人会非常在意吧 从他们每个人身上 你有没有发现说 好像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 你看 比如说 Rachel 有 有时候看到别人好的时候 她会有点嫉妒 这个我现在比较没有了 但是我 年轻的时候一定有 那Ross 她就是有一点自私甚高 就觉得自己速度的多 就好像比别人强这样子 这个我也有 就是以前啦 现在没有觉得了 还有Monica 就是她的强迫症 我应该算 没有她那么严重 但是我也有 类似的强迫症吧 尤其是在说书人眼中 那Chanler呢 她 这个创造人格 嗯 就是 其实我也是 所以从他们的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自己有一些缺点跟他们一样 但是Friends这个剧她没有要judge 她没有要 她没有要告诉大家说 这样不好啊 这样要改啊 不然你会怎么样啊 你会找不到爱啊 你会没有伴侣 或者你会被讨厌 没有 就是这个剧用很轻松的喜剧的方式告诉我们说 哎 这些缺点是OK的 你还是会被爱的 你还是会被包容的 还是会有人看到你 你的优点 然后你 珍惜你 这其实还蛮疗愈的耶 就 你会发现说 这个剧中 没有要去改变他们任何一个人 其实他们随着时间还是有改变成长 但是 但是没有人在逼迫他们 也没有人嫌弃他们 好 最后两个人 Phoebe 还有 Joy Phoebe就是我刚才说 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好喜欢喔 她优点是她相当有灵性 充满创意 而且很有正义感 就是她觉得不该拿的东西 她没有付钱 或者她没有付出的 她就不会拿 我记得有一集她就是 好像不小心得到什么意外之财 她觉得说她不能收 所以她就把她送给街友 然后送给街友之后 街友就请她喝饮料 结果她因为那个饮料里面有一根手指 所以她又收到了厂商就是 给她钱之类的 然后后来她就把钱好像是给 给Joy吗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就是总是她没有要留那个钱就是了 那缺点 她的缺点 Phoebe的缺点就是有够怪 就是她整个人都怪 有着怪异的美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的人 有没有注意到她曾经要送Monica 一幅画 然后那幅画是她就是一个女人 然后从画中爬出来这样子 很可怕的一幅画 我现在从看到第七季那个女人还没出现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要出现 通常我这样想的时候她就是快出现了 那Phoebe也有一点天马行空 就是她想出了solution 或是她 她有时候会 就是讲出一些 我不知道欸 那这样她是故意的吗 她常常会 她常常会 别人想要隐瞒的事情 然后她会把她讲出来 然后我之前都觉得她只是 是无心的 但是我 现在想一想觉得 她该不会是故意的觉得说 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揭露吧 然后所以她就用一种 若无其事又 傻乎乎乎的样子讲出来了 嗯 很有可能喔 好 那Joey呢 她就是那个刚起步的演员 她的优点是很有魅力 而且她为梦想而活 相当的浪漫主义 然后又很天真 天真的像一个大男孩一样 她的缺点呢 就是她有一点 笨 她的朋友也是用这个字来形容她 就是有点笨 然后老是在烈焰啊 然后对金钱完全没有概念 那Friends里面的六个人 我觉得他们都相当的尊重了解 而且包容彼此 像是他们 像Channel她从来没有就是 逼迫Joey要去赚钱 从来没有跟她说 欸你要实际一点啊 你要为你的未来铺路啊 你真的会成功吗 她从来没有对Joey讲过这些话 反而非常的尊重且佩服 Joey她一直在为梦想而努力 就是她觉得 Joey这个追梦的 天真的这个梦想是 她很想要去守护的 那这五个朋友 她也从来没有抱怨说 孟妮卡非常的强迫症 反而大家都 在她家都相当的 遵守她的规矩 比如说她的水杯下面 要放杯垫啊 然后东西要归原位啊等等 就是她们 从来没有用抱怨的方式 想要孟妮卡 不要管那么多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 我们面对自己的亲友 我们不要再试图 我们不要再试图 纠正或者是改变他们 而是把她的优点跟缺点 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设 就是那就是她的人设 她是剧中的一个角色 那是不是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这些缺点才会有戏可以演啊 如果完全没有缺点 那还有戏可以演吗 还会有喜剧可以看吗 有时候我们看到家人的一些样子 会很忍不住觉得说想要去纠正她 或是建议 就是没亲民是建议 但实际上就是 她跟你不一样 你觉得好像有什么是比较好的样子 所以你想要改变她 去符合你心目中的那个好的样子 但是对方有想要改变吗 就是我们都会说大道理 不要晚睡啊 多吃蔬菜啊 尽量不要外食啊 要多看书 少滑手机等等 就是这些道理 大家都可以说出口 但是她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吗 对自己做出这么多的限制跟应该 那会不会很累呢 就很多的压力 我今天又晚睡了 然后我今天又外食了 我今天又没有看书 我应该要把那本书看完 虽然我觉得那本书不是很有趣 这样子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呢 有时候就算我们知道所谓的正确答案 或者是别人好心的 我的好心的加那个 引号 quotation mark 就是好心的给了你 就是正确答案 你要多存钱啊 多为你的年老生活打算啊 我们就算有这样的正确答案 很可能还是不受用的 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想到是瑜伽提味法的例子 就是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姿势 是什么是正确的姿势 膝盖要在脚踝上啊 然后那条腿要打直啊 或是身体要倾斜极度啊 就算我知道倒立是脚要在天空 然后我的肩膀要怎么样顺位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是很僵硬或是 我就是大腿很紧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像所谓的正确答案那么标准 那硬逼着自己去 变成正确的是好的吗 然后我最近也特别有体会 就是在一个人真正有体会之前 转化是不会发生的 他可以看再多的知识 就是可以吸收很多的知识 看很多的书 也可以就是有很厉害的老师引领他 然后老师告诉你说 就是这样啊 你就是 人就是要怎么样啊 要利他啊 要慈悲啊 要感恩啊 但是在一个人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前 我觉得一切就是只是头脑的游戏而已 就是头脑 觉得说 我这个时候应该要有同理性 这时候我应该要表现慈悲 然后我做这件事情应该要利他 不能想到太多知识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只是头脑在那边演戏而已耶 如果我们可以像Friends六人行的里面的角色一样 有很多缺点但是还是这么可爱的人设 然后我们可以学会接受别人的样子 别人就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也会发现也可以接受自己的样子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很多对自己的批评 就是因为我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倾向嘛 那很多对自己的批评跟脑子里的这个批评者 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每天都在训练自己的 怎么说呢 如果这个批评者每天看到外在 或是看到别人 都不断的冒出批评的言语 或者是自以为是的觉得说 他做的不够好我来做一定更好之类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批评者 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练习批评的话 那他一定会在我做事的时候来批评我 如果我每天不断的锻炼脑子的批评者 那最后最终我自己也会受苦 那如果我可以接受别人完整的人设的话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接受我自己完整的人设呢 这就是最近我看六人行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分享 那你喜欢六人行吗 你对这个剧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想要分享给我的呢 你可以到拉拉手环游世界脸书粉丝专页留言给我 或者是直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还有评论 那我有收到一个评论 是Pookie之霸 很有趣的节目 他说有一天不小心听到你们的节目时 觉得很有趣 于是每天再听 连我的伴侣也跟我一起听 在一起那么多年真的不容易 但要好好珍惜 期待你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在一起长长久久 我和我伴侣已经17年了 哇真的17年好久哦 谢谢Pookie之霸给我们留言 我在想Pookie不知道是狗狗还是猫猫 这集我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聆听 拜拜 拜拜